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李氏的爹娘都盼着女儿能够嫁到各大户人家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穷小子 可李氏却对王源外爱得很深 于是二人便私底下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以此来威胁父母 看到女儿执意如此 做父母的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二人便结为了夫妻 王源外便开始接管这不方 由于王源外头脑过人 很快便得到了岳父的认可 于是便拿出家里的积蓄来支持她 就这样王源外一路高歌猛进 仅仅纪念的时间 就成为了这城里的富贵大家 俗话说得好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虽然说夫妻俩现在日子好过了 可是这些年来 血吃迟怀不上孩子 为了能怀孕 夫妻俩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 拜访林依 可结果却不尽人意 为此 李氏每天都会躲在被子里 偷偷哭泣 王源外看到后 也是心生不忍 于是他便开口道 娘子 既然生不出来 咱们就不生了 到时候领养一个不就得了 可李氏却摇头道 这怎么行 王家诺大的财产 一定要有自己的子嗣延续下去 否则我哪里对得起 王家的列祖列宗 听到妻子的话 王源外也是摇头轻叹 可就在此时 下人传来消息 说门外来了一个过路的尼姑 想要在此借宿一晚 闻言王源外便赶忙来到了门外 果然见到了一个尼姑 王源外开口道 师太快快请进 我已经让人给你安排好了客房 还给师太准备好了饭菜 师太奔波劳顿 多住即日也无妨的 听到王源外的话 尼姑心中感动 她行李道 多谢王源外 嫔疑打扰了 就这样尼姑便跟随下人回了客房 因为王源外是穷苦出身 所以现在有能力了 遇到有困难的人 她都会慷慨解囊 是这城里出了名的大善人 第二日一早 夫妻俩正在吃饭时 尼姑却找了过来 只听尼姑说道 嫔疑准备离开了 多谢王源外的招待 听闻夫人迟迟未孕 贫尼便将这串佛珠赠予夫人 想必会对夫人有帮助的 闻言李师连忙上前接过了佛珠 李师开口道 多谢师太向赠 师太若是在路过这里 便进来坐坐 说把尼姑便离开了 于是李师便将佛珠带在了手腕上 其实他之前去过寺庙里祈福 可仍然是没有效果 不过这可是人家的一番好意 自己也就尝试一番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后 李师突然就开始呕吐不止 见状王源外赶忙 续请了郎中过来 在郎中的诊断下 发现李师竟然真的怀孕了 这可把夫妻俩给高兴坏了 李师激动地说道 夫君这肯定是这佛珠的作用 看来师太没有骗我 文言王源外也是笑道 娘子如今已经有了身孕 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为了好好照顾李师 王源外则是找了四个丫鬟 跟在李师身边 生怕他出一点问题 就这样在夫妻俩的期盼下 李师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王源外抱着女儿嘴乐的都合不上 看到丈夫的模样 一旁的李师也是心中高兴 自己的心结也算是打开了 夫妻俩为女儿取名王雨嫣 从小就对她百般疼爱 可谓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心怕摔了 将她当成个大宝贝一样照顾着 转眼间 王雨嫣就长成了一个 亭亭玉丽的大美女 正所谓一家有女百家求 由于王雨嫣的美貌 这城里的男子 做梦都想着能将她娶回家 而且王家可就这个一个女儿 娶了她就相当于做了王家的主人 一时间来王家提亲的人都快挤破了脑袋 不过王雨嫣却迟迟不肯答应下来 因为她还没有做好嫁人的打算 而且那些男子只是看中了她的美貌和家事 都是被名利美色所诱惑 对这种人王雨嫣可没有什么好感 这天王雨嫣带着丫鬟小蝶来到了外面游玩 只听小蝶说道 小姐快看 那前面怎么挤了这么多人 定然有热闹看 咱们也过去看看吧 文言王雨嫣便朝着前面看去 发现果然是有着不少人 于是二人便快步走了过去 乡亲们见到是王家小姐过来了 一个个的都主动的给她让开了道路 只见一个倒是打扮的老者正盘膝而坐 一旁还竖着一面大旗 上面写着算尽天下是五个大字 原来是个算命先生 只听小蝶说道 竟然是个臭算命的 我看啊都是些骗人的伎俩 小姐咱们还是走吧 省得一会上当受骗 可小蝶的话却被那道士听了去 只听到是开口道 姑娘请留步 若是你不信 我可以帮你算上一挂 若是不准的话 我分文不取 文言小蝶也是来了心智 他开口道 好啊 那我就当着乡亲们的面来 拆穿你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只见小蝶指着王雨嫣说道 你来给我家小姐算一算如何 只见道士微微点头 随后便掐指推算起来 片刻之后道士便开口道 这位小姐乃是大富大贵之命 不过这命里却有一场劫难 若能渡过 那将会一帆风顺 若渡不过 恐怕就相消于损了 文言小蝶不禁指责道 你胡说 我家小姐乃是亡源外的独女 怎么会有如此大姐 我看你就是想要骗钱而已 剑状道士只不过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应 只听小蝶继续说道 那你算算我家小姐的因缘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没有真本事 只见道士继续掐指推算起来 不一会的功夫他便停了下来 剑道士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小姐的因缘就在那里 文言乡亲们全都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那路边正有一对乞讨的母子 那年轻的小乞丐 已经饿得晕了过去 小蝶说道 你是说那小乞丐 就是我家小姐未来的夫婿 道士点了点头 见状为观的乡亲们 不禁哄堂大笑 在这城里 谁莫听过王家小姐的名声 他怎么可能会嫁给一个小乞丐为妻 由此可见 这道试算的根本就不准 于是小蝶便怒骂道 你这老头真是欠打 若是让王远外知道了 定然不会轻饶了你 见状王与烟连忙将小蝶拦了下来 于是二人便转身离开了 只见王与烟竟然朝着那母子俩走了过去 王与烟开口道 大娘 你们为何要在这里乞讨 只听这妇人说道 我们母子从南方逃难而来 这一路上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 我儿为了让我吃饱饭 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 如今这便饿晕了过去 听到母子俩的遭遇 王与烟也是心中同情 于是她便让小蝶拿出了些银两递给了妇人 见到王与烟出手如此阔绰 妇人也是感动不已 做完这一切后 王与烟便带着小蝶离开了 可就在此时 小蝶突然陷到一群年轻女子 有说有笑的朝着不远处走去 听他们说的话 似乎那边有一个李秀才十分的俊老 这周围的姑娘都被她给吸引了去 于是小蝶便开口道 小姐 你说那李秀才真的有那魔俊朗吗 不如我们也过去瞧瞧热闹 文言王与烟不禁扑斥一笑 随即便说道 你这丫头还真是爱凑热闹 于是二人便跟着那些女子来到了一处摊位前 只见一个身材销瘦的男子正在用心地作画 由于王与烟从小就学习琴棋书画 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这李秀才是有着真材实学的 凭借他的本事想来考取个功名应该不成问题 不知为何却在这靠着卖画挣钱 看着李秀才半天都没有卖出一幅画 王与烟便上前开口道 不知公子这话多少银两 我来一张 文言李秀才便抬头看去 当他看清王与烟的脸庞时 不禁愣在了原地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美貌的女子 不由得看得有些呆了 见状小爹赶忙开口道 你个小秀才好生无礼 我家小姐好心照顾你的生意 你却敢占我家小姐便宜 文言李秀才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连忙开口道 还请小姐赎罪 在下也是无心之举 这话小姐喜欢便拿去 至于银两小姐随意即可 王与烟莫急着调话 他则是开口道 公子才十渊博 为何不去考去公民 而是来这里卖画呢 文言李秀才不禁叹息道 小姐有所不知 在下家境贫寒 如今更是连去省城的盘缠 都凑不出来 所以才来这里摆摊凑钱 听到李秀才的话 王与烟微微点头 没想到这李秀才竟然如此困难 于是王与烟便随意挑了两幅画 然后就放下银两离开了 李秀才看着那白花花的银子 不禁开口道 小姐用不了这么多银两 你还是收回去吧 可王与烟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带着小蝶便离开了 李秀才看着王与烟的背影 不禁暗暗出身 若是能娶到如此貌美的妻子 哪怕是让她少活二十年也愿意 很快王与烟便回到了家里 只见父亲正在那堂招待客人 看到女儿回来 王与烟连忙将她喊了过来 王与烟开口道 与烟 这是你董伯伯 快去给你董伯伯行礼 文言王与烟便赶忙过去行礼 这老者王与烟小时候见过 乃是城里董家的家主董元外 只听董元外笑道 这一黄与烟都长者磨大了 而且还如此的乖巧懂事 可比我家那臭小子好多了 听到老友的话 王与烟不禁笑道 这俩孩子年纪相仿 有时间倒是可以安排他们见一见 这年轻人聚在一起 才有话说 文言董元外不禁脸上一喜 他开口道 如此甚好 改日 我就让那臭小子过来行礼 这俩孩子 说不定还能走到一起呢 听到二人的谈话 王与烟不禁脸色微变 等到董元外离开后 王与烟便找到父亲说道 爹 我才不会嫁给那董念呢 此人心术不正 当人一套背后一套 而且还十分好色 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可王与烟却说道 不可能 娘儿可是我看着长大的 这孩子虽说顽皮了些 但定然不会是你说的那种人 只要你与他接触一番便知道了 可无论王与烟外怎么劝说 女儿都不肯答应此事 把王与烟也是气得不轻 要知道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这若是能联姻 将来在这城里也就更有保障了 到了第二日一早 那董念便来到了王家 他一直对着王与烟死缠烂打 无论王与烟如何拒绝董念 都不会气难 让王与烟很是无奈 几日之后 王与烟实在是受不了那董念的纠缠 于是便带着小蝶离开了 二人坐着马车打算去山里游玩一番 只听王与烟抱怨道 那董念就像是个狗皮高耀 想甩都甩不掉 真是烦死了 小蝶连忙安慰道 老爷爷真是的 怎么就看中了这董念 我看就连那李秀才都比他要强不少 文言王与烟也是摇头轻叹 可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就停了下来 只听马夫开口道 小姐 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就被堵死了 看来我们只能返回了 王与烟从窗户往外看去 发现果然是有一些碎石拦在了路上 看这模样似乎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 于是王与烟便让马夫去绕路 可就在此时 突然击个持刀的劫匪 不急不缓地走了出来 只听那位守的壮汉笑道 没想到今天竟然抓到了条大鱼 这下我们兄弟击个可有福了 见撞马夫不经大惊 原来是有人拦路抢劫 于是马夫连忙拉紧江绳道 小姐坐稳了 我们这就冲出去 闻言车内的两人也是蹦进了心身 可就在此时突然劫匪快步上前 一刀就砍断了江绳 紧接着就要上车把王与烟二人拽下来 见撞马夫竟是不顾危险 上前将那劫匪给撞翻在地 随即便大喊道 小姐快跑 我今天跟他们拼了 你们趁机赶紧离开 看到马夫准备拼命 王与烟也是心中不忍 见撞小蝶则是拉着他 转头就跑 若是再拖延下去 恐怕鸡人就都跑不掉了 见撞的劫匪头子不禁怒骂道 你跟马夫竟然赶坏我的好事 来人给我宰了他 剩下的快给我追 我就不信他们能跑出我的手掌心 听着马夫的惨叫 王与烟二人也是眼眶失红 可他们只能用尽全力去跑 否则岂不是让马夫白白牺牲了 可是二人哪里是这些劫匪的对手 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 小蝶不禁指着一旁的河水说道 小姐快跳河 否则就来不及了 文言王与烟也顾不得自己挥不挥水了 于是便跟小蝶纵身一跃跳了进去 这河水很急 二人刚到了水里就被冲出了好远 不一会就没有踪影了 剑岛根丢了几个劫匪也是心中气愤 可就在此时 那懂念竟然出现在这 他冷声说道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我养你们几个废物 有什么用 原来这都是董家的计策 为的就是利用英雄就美来追求王与烟 没想到竟然被那马夫给耽搁了 王与烟由于不会睡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等到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床上 此时在自己身旁的竟然是那李秀才 原来是李秀才 今日无意在岸边发现了王与烟 于是便将他救了下来 于是王与烟便开口道 多谢公子搭救 小女子一定会报答公子的 可李秀才缺白手道 区区小事哪里需要报答 小姐放心 我已经拖向亲们去告诉王家了 想必很快就有人来接你了 话音落下 便见到小蝶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看到王与烟安然无恙 小蝶不禁开口道 小姐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找不到了呢 其实小蝶已经带着王家人找了许久 可迟迟都找不到王与烟的踪迹 直到有人来报信 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王与烟便将李秀才邀请到了家里款待了一番 王与烟本想着给他银两来报答恩情 可李秀才却拒绝了 表示之前王与烟给的银两就够了 经历了此事之后 王与烟便对这李秀才有了爱慕之心 经常会时不时地想起他的身影 而且还总去他的摊尾看望李秀才 这一来二去 二人也是私定了终身 于是王与烟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原本王与烟外还有些纠结 可想到这李秀才对王家有恩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几日之后 王家便为二人操办了婚事 成婚之后 李秀才便踏踏实实地在家里读书 再也不用为了银两而发愁 转眼间就到了科举的日子 李秀才便早早地就去了京城 几日之后 京城里便传回了消息 说是李秀才竟然高中了状元 这可把王家人给高兴坏了 于是便开始安排宴席 准备为李秀才接风 不过李秀才表示 在京城还有要事 等到忙完要事才会回来 于是王家只好将此事往后推了 可是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 每次王与烟想要去京城找丈夫时 都会被他写信拒绝 于是王与烟便打算偷偷地过去看看 可就在当天夜里 王与烟突然被一阵吵闹声给惊醒 他朝着外面看去 只见外面竟然是火光一片 就在此时 王家夫妇推门跑了进来说道 于烟快快随我逃出去 不知是哪里来的杀手 王家就要守不住了 文言王于烟不禁心中大惊 于是便跟爹娘来到了一辆马车上 她在院子里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小爹 心里不禁万分悲痛 究竟是谁在背地里害他们王家 此仇他一定要报回来 于是在下人的掩护下 一家人便坐着马车有惊无险地逃走了 看到那杀手紧追不舍 于是一家人只好朝着山里赶去 可就在即将进山时 那杀手还是将马车拦了下来 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女 王源外便死死地挡在了他们身前 就在那杀手准备动手时 突然一个壮硕的男子突然出现 一脚就将那杀手给踹成了重伤 很快在男子的救助下 这些杀手就都被制服了 据了解男子名叫朱勇 他之所以会来此正是师父安排的 想必他的师父定然是个高人 于是在朱勇的帮助下 便将这些杀手都抓到了大牢 在县令的审问下 这些杀手即便是死 也不肯说出那幕后的黑手 因此县令只好将这些杀手都关进了大牢 可朱勇表示 他师父定然能够推算出是谁在害王家 于是朱勇便回去请教师父 没想到师父竟然说是当今的状元郎 那不就是李秀才吗 听到这消息后 王家怎么可能相信 不过鸡人还是去了京城打探消息 没想到那李秀才竟然已经做了那巡抚大人的女婿 在京城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于是王源外等人就将李秀才告到了官府 此事越闹越大 很快就被巡抚大人知道了 于是他便将李秀才拉到身前亲自审问 见到事情已经暴露 李秀才只好承认了事实 原来他中了状元后 巡抚大人就看中了他 还打算将女儿嫁给他 李秀才便打算向王家暗中抹出 否则定然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可指中就是包不住火的 最终李秀才便被巡抚大人亲自送进了大牢 经历了此事之后 王源外便将女儿许佩挤了朱勇 带到大婚当日 王羽燕也是见到了朱勇的师父 正是当年给自己算命的道士 原来朱勇就是当日的小乞丐 只不过后来被道士收下做了徒弟 见状王羽燕不禁感叹道 算得真准 看来一切皆是命中注定 成婚后夫妻俩十分的恩爱 王源外也是将家里的产业 交给了朱勇来打理 自此之后 一家人便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夜归 半路却被黄皮子拦下 黄皮子 晚上回家别动快 明朝末年 在通州大平线内 有一个侨夫名叫周永顺 他从小就失去了爹娘 这些年来多亏了乡亲们的接济者才得以长大 因此周永顺对乡亲们十分的感激 为了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只要周永顺听闻谁家遇到了难事 他定然会第一个上前相助的 能出钱出钱 能出力出力 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热心肠 可就是因为周永顺的心地善良 让他把这些年的积蓄权都挥霍一空 如今连个彩礼前都逃不出来 已经快三十的年纪 血迟迟都讨不到媳妇 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地里说他傻 可即便如此 周永顺也没有改变 他做事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就足够了 这天 周永顺刚从山上砍柴回来 便见到不远处围满了人 不知道在看什么热闹 于是周永顺便快步走了过去 等几道人群中一看 周永顺这才看见一对妇女正跪倒在地 而他们面前则是村子里有名的恶霸赵冲 这赵冲仗着家里有钱有势 在村子里拉拢了不少的追随者 在这十里八乡都很是出名 一般人还真是惹不起他 只听赵冲冷笑道 老头 你若是逃不出钱来 就让你的女儿来抵债不就得了 若是我告到官府 那你定然要被抓进大牢 恐怕这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那老者周永顺认识 正是邻村的王老汉 一旁的年轻女子 是他的女儿王春乐 只听王老汉开口道 赵冲 你再给我一段时间 我挣到钱就会还给你们了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可赵冲却拒绝道 废话少说 今天你要是再掏不出钱来 我就把你送进大牢 再把你的女儿拉去抵债 说把赵冲就带着手下准备动手 见状王老汉 连忙朝着乡亲们求救 可大家谁也不敢招惹赵冲 所以便留在原地没有动弹 此时 周永顺突然站了出来 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父女俩身前说道 赵冲 你又何必把人往绝路上逼 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不行吗 看清来人后 赵冲不禁笑道 原来是你个傻小子 怎么 要不你就拿出银两 替他们还债 要不你就滚蛋 别在这碍事 说吧 赵冲就一把推开周永顺 继续动手 见状周永顺便开口道 住手 他们的钱我来出 你不要伤害他们 文言赵冲不禁脸色一喜 于是赵冲便说道 周兄弟还真是热心肠 那我也就再退一步 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若是还不上这十两银子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吧 赵冲便带人离开了 见状王老汉便带着女儿 跪在了周永顺的身前 若不是他出手相助 恐怕妇女俩就要被抓走了 周永顺将妇女俩搀扶 且来说道 老伯莫要客气 我这就回去凑钱 若是三日内凑不到 那赵冲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要知道十两银子 可不是个小数 一般的家庭还真的拿不出来 于是为了救下王家妇女 周永顺便回到村子里 找乡亲们借钱 乡亲们得知他的做法后 全都说他傻 为何要为了一个素不相识之人 去凑钱 可是周永顺却表示自己 一定会还上前 乡亲们拿他没有办法 也只好拿出银两借给他 就这样两天的时间下来 周永顺总算是凑够了银子 于是周永顺便将银子给赵冲送了过去 总算是替王家妇女摆平了此事 当天王老汉就将周永顺给赢到了家里 特意下出炒了不少的饭菜来招待他 而且还买了一壶好酒 要知道平日里王老汉哪里舍得喝口酒 随着鸡杯酒水下肚 王老汉对周永顺是越看越顺眼 于是王老汉开口道 永顺 不知道你可曾婚配啊 文言周永顺不禁摇头道 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找得到媳妇 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 听到周永顺的话 王老汉不禁一喜 他连忙说道 这不巧了 我家春娥也没有嫁人 你对我们一家有大恩 不如就将春娥许配及你如何 文言周永顺不禁心中大喜 他连忙点头道 多谢老伯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春娥 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不料一旁的春娥听见了 却拒绝道 爹 其实我早就有了心仪的男子 我不能嫁给周大哥 还请爹爹收回成命 文言王老汉 不禁怒骂道 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事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此事就这磨定了 明日就为你们成婚 可周永顺却连忙至指道 王老伯 既然春娥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那我怎能霸占他的幸福 此事就这磨算了吧 在周永顺的不断推辞下 王老汉这才撤回了这桩婚事 他不禁感叹道 欠你的恩情 恐怕这辈子我们都还不上了 为了能早日还玩外债 周永顺每天都会早早的前去砍柴 每天都会忙到天黑了 才肯下山 这天周永顺正准备下山 可突然听到一阵阵痛苦的惨叫 很快周永顺便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处陷阱 此时一只黄皮子 正满身写字的倒在里面 看着那黄皮子的惨状 周永顺不禁心中意软 于是周永顺便开口道 也不知道是谁在追射的陷阱 既然让我遇见了 我自会救你出来 你不要反抗 说吧 周永顺便小心翼翼地 将陷阱都清理一空 只见黄皮子的一条右腿 恰好被一根锋利的木棍给扎穿 于是周永顺便去找了些止血的草药来 帮助黄皮子稳定住了伤势 忙完之后 这天色也是渐渐黑了下来 于是周永顺便匆忙下山去了 因为这山里一黑了 很是危险 经常会有野兽出没 不过周永顺莫注意的是 自己救下的黄皮子却一瘸一拐地跟了上来 由于一天的劳累 周永顺仅仅吃了两口饭就到头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周永顺便发现自己竟然又来到山上 而此时在他身前的有着爷孙俩人 只听着老伯开口道 年轻人 多谢你救了我的孙儿 我们乃是山里修炼的仙家 这次是特意来报答你的恩情的 文言周永顺不禁大惊 他连忙摆手道 仙长不必客气 小子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 哪里需要什么报仇 可老伯却执意要报答他 于是便给他指了一处山洞 让他明日过去 说是里面有着大礼相赠 到了第二日 周永顺醒来 不由得心里一阵激动 也不知道这梦到底是真是假 于是周永顺便按照梦里的记忆 来到了那山洞之外 他朝着山洞里望去 只见里面一片漆黑 于是他便往里缓缓地爬去 不一会就见到了一个木箱 打开木箱后 发现这里面竟然满是财宝 吓得周永顺赶忙就关上了木箱 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魔多的银梁 这下子自己可发财了 将来再也不用过这重穷苦日子了 想到这周永顺不禁心中大喜 可现在还天色大亮 若是自己带着银梁回去 定然会引得贼人注意 要知道才不外露 否则定然会为自己引来火端 于是周永顺便在此等到了深夜 于是周永顺便迫不及待地抱着木箱准备回家 可这木箱实在是太过巨大 根本就遮不住 于是周永顺只好脱下衣服 将那财宝打包成包袱这才下山而去 可就在他走到村口之时 却见到赵冲竟然迎面走来 周永顺不禁心中意紧 便打算静静地从他身旁走过 可赵冲一眼就看出周永顺的不对劲 他上前笑道 周兄弟这抱的是什么玩意 莫非是捡到宝贝了不成 文言周永顺不禁脸色一变 他连忙开口道 哪里捡得到宝贝 不过是些不值钱的玩意罢了 说吧 周永顺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望着周永顺离开的背影 赵冲不禁地难道 这小子定然有着秘密 很快周永顺便跑回了家 他连忙将大门反锁 随后便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 挖了个大坑将财宝藏了进去 等到处理完之后 这才瘫倒在床上 虽然现在周永顺身上疲惫不堪 可他的心里确实激动不已 自己如今有钱了 便可以过上吃喝不愁的好日子了 不过他转念一想 担心了赵冲会对他做些什么 于是便打算继续隐藏一些时日 就这样到了第二日 周永顺仍然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去了 在外人看起来 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就这样过了三天之后 周永顺恰好砍柴回来 突然发现村口围着一大群人 只见村里的张三竟是跪倒在地 不停地给乡亲们磕着头 通过打听周永顺这才得知 张三的母亲得了重病 想要治好最少也要五十两银子 于是他被逼无奈 只好向着乡亲们借钱 可乡亲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户 哪里能给他凑出这么多钱来 要知道周永顺与张三从小就一起长大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 看到自己的发小遇到了如此困难 于是周永顺便上前说道 张三你快些起来 大娘治病的钱我来出 你快去带着大娘去医馆吧 文言张三不禁大喜 他连忙点头道 多谢周大哥大救 将来我这条命就是你的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说吧 张三便带着母亲去了医馆 健壮乡亲们不禁心中疑惑 这周永顺不过是个穷小子 自己身上都还有着外债 没有还清 怎么可能掏得出来五十两位别人治病 可是让乡亲们没想到的是 这周永顺还真的拿出了银子 就活了张三的母亲 就连他欠的外债也一病还清了 于是乡亲们便传言说周永顺这是捡到宝贝了 这天周永顺刚要出门 只见村里的媒婆王大姐走了过来 只听王大姐开口道 永顺兄弟先别走 我有大喜事要告诉你呀 文言周永顺不禁一愣 随即便将王大姐给迎进了屋内 只听王大姐继续说道 永顺兄弟 村里的张秋梅看上你了 这不特意托我来说美 人家秋梅貌美如花 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呀 听到王大姐的话 周永顺不禁一愣 因为这张秋梅乃是村子里有名的美人 前些年死了丈夫之后便一直没有改嫁 村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娶她为妻 不知道她怎么就看上自己了 而且之前周永顺也和这张寡妇接触过 当时张寡妇对她可是没有一丁点的好态度 而且她还听闻张寡妇与别的男人之间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所以周永顺怎么会娶她为妻 于是周永顺便开口道 王大姐 我对那张事并没有感觉 此事就算了吧 文言王大姐不禁一愣 他开口道 永顺兄弟三思啊 就凭你这条件能够娶上媳妇就不容易了 你怎么还挑三拣四的 若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可无论王大姐怎么全说周永顺就是不答应 建庄王大姐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张寡妇 张寡妇也是心中气愤 要知道就凭她的美貌什么样的男人拿不下 于是周永顺的拒绝更加激起了她的欲望 第二日一早周永顺便准备山上砍柴 当她刚一开门 便发现张寡妇站在门外等她 只见张寡妇将做好的饭菜递给周永顺说道 这饭菜你拿着在山上吃 若是觉得不可口 我再给你去换 见到张寡妇如此的热情 周永顺也是心中意尽 她连忙白手道 张大姐莫要如此 我身上带着干粮呢 这饭菜你还是收回去吧 说吧 周永顺便将饭菜还给了张寡妇 而她则是转身就跑 丝毫没有给张寡妇机会 可是张寡妇却没有放弃 等到周永顺晚上砍柴回来 张寡妇便再次带着饭菜来到了她的家里 只听张寡妇开口道 永顺兄弟你做功劳累 而且一个大男人哪里会做菜 以后这重事就交给我来就是了 文言周永顺赶忙拒绝道 张大姐 以后这份菜我自己做就是 像咱们孤男寡女的 若是聚在一起 岂不是要让别人说闲话 可张寡妇却笑道 他们愿意说就让他们说去 而且我对你的感情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己你肯娶我过门 我一定会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听到张寡妇的话 周永顺只好低头不语 见到周永顺迟迟没有回应 张寡妇也是心中郁闷 待到吃过饭后他便离开了 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张寡妇每天都会来给周永顺送饭 一时间相亲们都在议论二人之间的关系 这天周永顺来到集市上买东西 只见不远处围着一群人 不知道在那看什么 于是周永顺便走了过去 只见一个年轻女子跪倒在地 在她的身前还写着一行字 讲述的是女子的身世 原来女子名叫董彩云 她是南方杭州人 由于家乡常年干旱 于是董彩云便跟随父亲一起逃荒至此 不成想父亲竟然因为突然疾病而亡 到现在董彩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他被逼无奈 只好将自己卖掉来安葬父亲 可是董彩云已经在此跪了许久 迟迟都不见有人买走他 周永顺朝着董彩云看去 只见他一半脸长得是美若天仙 可是在另一侧脸上竟然藏满了黑斑 怪不得没人愿意买下他 看到女子如此可怜 周永顺便上前说道 姑娘 我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安葬父亲吧 见到终于有人肯掏钱 同彩云连忙磕头道 多谢大哥 等彩云安葬好父亲后 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周永顺献到彩云 一个女子不方便 于是便帮着他去买了一副寿财 将父亲下葬了 随后周永顺便给了彩云写银子 自己就打算离开 可彩云却拦下他说道 周大哥是个好人 如今彩云连个容身之所都没有 还请周大哥收留 彩云一定会当牛做马鲍打你的 听到彩云的话 周永顺也是心中意软 是啊 他一个姑娘家该 何去何从呢 于是周永顺便将点头道 既然这样 那你就先随我回家吧 若是日后有了更好的去处 再走也不迟 就这样 彩云便跟着周永顺回到了家里 不料刚一到家 便见到张寡妇 已经做好了饭菜 张寡妇看到周永顺 竟然带了个女人回来 不由得心中意紧 待到夜里三更之时 只见周永顺的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随后便见到那张寡妇走了进来 只见张寡妇打开手里的药粉 对着周永顺轻轻一吹 片刻之后周永顺就变得浑身燥热起来 见状张寡妇不禁笑道 等我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看你娶不娶我 就这样 周永顺便跟张寡妇有了那夫妻之事 当周永顺清醒之后 不禁皱眉道 你为何要这么做 你究竟是看中了我什么 只听张寡妇开口道 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品 你是一个可靠的男人 我不想再被别人非议 我想要过踏实的日子 永顺 我想要嫁给你 文言周永顺也是心中一动 既然两人已经有了夫妻之事 那自己就要对他负责 于是周永顺便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娶你为妻 将来我会好好待你的 于是第二天 周永顺便迎娶了张寡妇过门 如今二人已经成婚 彩云住在这里也显得不方便 于是便让他搬去了张寡家里住下 自大二人成婚之后 夫妻俩还算恩爱 每天张寡都会贴心地照顾丈夫 让周永顺很是满意 可就在今日之后 周永顺发现 妻子总会在屋里翻找着什么 不过周永顺病没有将此事挑破 而是暗中观察 这天 周永顺砍柴回来 不料走到一半 却被一只黄皮子给拦了下来 只见的黄皮子竟然口吐人言道 安人 有人要害你 记住到了家里 千万不要动快 切记 切记 说吧 周永顺止地觉得浑身一颤 随即再往前面看去 哪里还有什么黄皮子 难不成刚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吗 不过 他还是留了个心眼 就这样 周永顺便回到了家 此时妻子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他 只听妻子开口道 夫君 我今日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你快尝尝可不可口 说吧 张氏就为周永顺嫁了些饭菜递到了嘴边 见状周永顺突然就想起了黄皮子的告诫 于是他便开口道 娘子辛苦了 这饭菜还是娘子先吃吧 说吧 周永顺便将饭菜递到了张氏嘴边 只见张氏脸色突然一变 连忙往后退去 似乎这饭菜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 见状周永顺不禁心中意紧 看来这饭菜定然是做了手脚 于是周永顺便冷声说道 你在这里面做了手脚 你为何要害我 文言张氏不禁大惊 他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就在此事床下突然跑出了一个人影 他竟然是那赵冲 只听赵冲冷声说道 没想到竟然被你发现了 十项点交出宝贝 到时候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否则就别怪我无情了 周永顺终于是反应了过来 原来这赵冲发现了自己捡到宝贝 于是勾结张氏来接近自己 如今二人找不到宝贝 恼羞成怒就要害死自己 于是周永顺便开口道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怎能可能把宝贝交给你 文言赵冲不禁心中意恨 手里突然出现一把匕首 朝着周永顺就刺了过来 可就在此时 门外突然闯进了一队官兵 当即就将赵冲给抓了个现行 在县令的审问下 最终赵冲和张氏便被打入了大牢 原来周永顺提前将此事告诉了彩云 彩云见情况不妙便喊来了官兵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经历了此事之后 彩云便跟周永顺产生了感情 而且黄皮子还用秘书除掉了彩云的黑斑 让彩云恢复了那极品的容貌 周永顺用银两在城里买下了大宅子 从此夫妻俩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